摄影艺术结合工艺活动 也期望能够激发出良善的力量 艺术家乔德峰在受访时表示 原本在30年前就开始学习摄影 后来因为诸多因素就没有继续发展 直到去年与妻子黄澄霖前往希腊蜜月旅行时 因为妻子的鼓励与肯定 决定拿起尘封已久的摄影装备 开始跋山涉水 到各处拍摄自己最爱的题材 因为莲花在我刚刚学摄影的时候 我30年前是跟随着康春才康老师学习摄影 那时候就对莲花会非常的喜爱 那所以这次呢我的主题设定就是莲花 还有其他的这个花种 尤其是这个花心的部分 是就是跟黄澄霖传道 这是我的另一半要做一个合作 他想要推出一个心灵花卡 那这个心灵花卡是有关心灵疗愈这一方面的 那所以说就是促成我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因为另外一半的鼓励 是我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 这样 所以说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好的作品 然后呈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来欣赏 再给我的部分 我是在拍照的时候会惊叹说 上帝造这个大自然怎么那么奇妙 一拍这个花会让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然后有一个碰触到我的心灵 让我的心灵很有这个抚慰的作用 当我在拍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个所有整天的疲劳就全部消除掉 这样子对我的这个身心各方面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就对这个部分呢就特别的喜好 这是我特别喜好莲花的这个原因 这次的摄影展与公益团体配合 将一脉所得奉献给公益团体 透过自身的善举 呼吁大众一同做爱心 做公益就是不断的付出 将公益和艺术结合 期望能够引起更多爱心的力量 大家一起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十方新闻郭亦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